大家好 我是艾圆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圆神5.0新剩衣物来了 双火后台登场 火神 希巴拉克技能机制曝光 4.8吊香斯卡池爆料 圆神5.0纳塔巴郡图大师希巴拉克剑魔首爆 黑鸡太阳文坚 5.2火神立会爆料 圆神 B普 5.0纳塔火神技能曝光 无法被治疗纯碟攻击 新的一轮数值膨胀 龙王也得靠边站 4.8吊香斯V2新地图心皮 最近网上流行这一版关于火神的技能信息 小控看了一下 感觉很符合Mine的设计风格 因为异技能除了自己触发 切换到别人身上就得靠水神 或者有自扣血机制 让人打中击的方法 是不让你打其他所有攻击 以下是详细介绍 元素战技灵魂的际线RB时 引燃明火 造成火元素范围伤害 随后形成赤魂圣火 持续跟随当前场上角色 并持续为该角色施加火元素附着 赤魂圣火 当前跟随的角色 无法受到治疗效果 当该角色生命值降低至30%以下 或承受足以使其倒下的伤害时 此次伤害不会使该角色倒下 并产生天狱之门替换赤魂圣火 继承持续时间 天狱之门 不再为当前跟随的角色 施加火元素附着 每一秒对附近的一名敌人 发射火焰弹 命中后造成火元素范围伤害 存在期间 提高队伍中当前场上角色的 所有元素抗性与物理抗性 元素爆发 屠圣之怒LB时 解放龙神激昂的斗志 为火神赋予落日昏暑状态 消耗自身机能进行战斗 落日昏暑在此状态下 具有如下特性 持续为神师加火元素附着 无法受到治疗效果 并持续损失生命值 生命值至多降低至1 无法进行普通攻击与下落攻击 进行重击时 将转为进行不消耗体力的攻击范围 更广的黄酵龙岩蹄 造成火元素范围伤害 故有天赋1 赤裂翻滚的热浪 黄酵龙岩蹄的暴击率 提升10% 此外 生命值低于50% 黄酵龙岩蹄的暴击率 进一步提升20% 故有天赋2 静默安魂取 还魂之门存在期间 队伍中附近的当前场上角色 除了火神自己的普通攻击 重击下落攻击 元素战绩与元素爆发的攻击命中时 将基于该角色的攻击力的245% 提高本次攻击造成的伤害值 通过这种方式提高的普通攻击 重击下落攻击 元素战绩与元素爆发害值 不超过原本伤害的80% 命作1 连整救济之人 还魂之门产生后 获得10层生息 还魂之门存在期间 根据生息积攒的层数 每层能使队伍中附近的 当前场上角色的攻击力 提升1.5% 至多通过这种方式 提升48%攻击力 命作2 会按浮面之身 落日昏暑状态持续期间 每进行一次 黄酵龙掩蹄的攻击 都将使接下来的 黄酵龙掩蹄的攻击速度 提升6% 造成的伤害提升18% 该效果至多叠加5次 此外 天狱之门或还魂之门持续期间 提供了抗打断提升效果的伤害 承受次数有80%的概率 不会被减少 每0.9秒 至多判定一次触发与否 命作4 悍乱真言之事 还魂之门持续期间 会每隔2.4秒 对附近的敌人 发射一枚龙岩炮弹 造成相当于火攻击力 120%的火元素范围伤害 伤害 视为元素战机伤害 命作6 附生启事 深沉的真言队伍中 附近的当前场上角色 通过普通攻击 重击 下落攻击 元素战机与元素爆发 为还魂之门积攒生息时 将额外积攒一层生息 当还魂之门积攒的生息层数 达到上限时 将会唤醒火神 并恢复火神 50%生命值上限的生命值 与20点元素能量 该效果触发时 不会清除已有的生息层数 此外 在落日昏暑状态持续期间 附近存在1、2、3名或以上数量的敌人时 黄孝龙岩堤的暴击伤害提升40% 55% 70% 新海岛地图一览 感觉还挺大的 应该和以前一样 是现实地图 泥露起凉凉 皮肤一览 当你的天空哭乱 加起了大雨 它使我 奈未逆炸无影 当你的法式 会乱 又真凤踹过 它使我 爱人 上演 上演 华族 4.8将会有 纳塔的引路人 还有相关纳塔大世界的宣发 以现在的信息 5.0 纳塔的火龙加火神 才是玩家关注的重点 而纳塔的以火元素为主 肯定有火大C登场 当然 这个火大C 至少要仆人复刻 才会有爆料 甚至爆仆人的金币 而这个火C 正是西巴拉克 有人认为 西巴拉克就是火龙 其次不然 应该不会走水龙一样的设定 应该像是火龙的传承 火龙的追随者 或者是类似龙技师一样的存在 据资料显示 纳塔的背景设定是拉丁美洲 有火山 有丛林 有战士 有部落 其实 大概可以想象到 角色的建模设计大致的走向 其实角色建模也是有足迹可循的 包括渡火套和瑕丝套 圣遗物 都有纳塔的痕迹 有网友已经根据 现有的信息设计出 纳塔的西巴拉克的建模 看看是否符合你心中的形象 据水龙对西巴拉克的评价 随葬原火者 其实这五字真正爆出来 西巴拉克并非火龙 所谓的试炼 而仅仅是龙的祭司和追随者而已 西巴拉克的头戴的野兽头套 其实证明整个纳塔 划分了很多部落 而黑皮是因为气候原因 所有的穿着大扮 真是拉丁美洲的服饰设计 太阳文间代表着 他在纳塔的位置 有玩家认为 肌肉男基本是不太符合Mine的建模设计方向 但是只能走的小肌肉的成男 因为如果再走黑丝小男孩哪种方案 估计会被喷到体无完肤 而这个角色建模 真是采用稍微带点阳刚的男人味道 至少有肌肉 但不多 至少黑肤 看起来怎么也对得起西巴拉克这样的名字 当然上方建模可能过于草稿 又有大神重新设计了一下西巴拉克的例会 对于这两个网友设计的建模 你怎么看是否符合你的心中形象 火神旗下对应的是西巴拉克 按照正常角色定位设计方案 西巴拉克定位是前台火C 抱普恩金币的 而火神即是火斧 现在角色体系中 香菱和班尼特已经是火斧的天花板了 当然 两者还是有短板 据悉 5.2火神将会结合香菱和班尼特的优点来设计 新海岛地图一览 感觉还挺大的 应该和以前一样是现实地图 你露起凉凉 皮肤一览 当你的天空突然 加起了大雨 它使我爱为你这乌云 当你的法式会乱 丢着风吹过 它使我爱人从上面 啊呀 啊 主 啊 主 根据舅舅们爆料的最新消息来看 后续的5.0那塔火之国 也会有火神西巴拉克伊安山等角色的登场 同时也会有两套新圣遗物的上线 就目前舅舅们给出的消息来看 其中一套圣遗物是给吃攻击力的C代的 还有一套则是给全队加攻击力的 感兴趣的小伙伴们倒是可以期待一下后续的消息 而有关于火神的相关消息也来了 目前看来火神是热情开朗的大姐姐 火之神定位 据说是后台协同输出并附带 一定战场爆发能力的五星火元素角色 战绩可以给队伍的成员提供一定时间的挂火输出 基于协同角色的攻击 还可以提升火神协同攻击的伤害 大招则是让火神进入火附魔状态 看样子应该是火系后台角色 至于五星火系男孩西巴拉克 据说是通过战斗牺牲自身 少为其他队友提供争议的辅助型火元素角色 战绩可以低频后台挂火 这么看的话 5.0那塔将会 有两位五星火后台角色登场不过4.8版本 还没来 这时候就有火神和西巴拉克机制定位的消息 可信度还是比较低的 只能说版本跨度大 大家看看就好 不保真哈 有关内鬼 对那塔版本的最新爆料 第一 那塔5.2版本基本制作完毕 第二 艾梅利艾队友在那塔 第三 那塔地图有百分比扣穴环境 生命值体系在这个环境里白族都乃不回来 第四 男性活法师 三个月前已经制作完成 第五 地图有点难跑 但是有新的交通工具 第六 原神策划 从不看社区舆论反馈 看反馈的主要途径是调查问卷 所以迄今为止的优化修改都是 调查问卷上反馈的 慢慢改的 对于备受关注的 4.8卡池 十分有战绩的内鬼透露 假设一个角色出了皮肤 却可能几个版本都不复刻他 怎么看这种事情 这么一来 显然4.8卡池 就是来欧加调香师 咪入加纳维亚了 至于申赫 也是没办法 咪入加纳维亚 咪入加纳维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